我是鄧總翔,我是錦華工坊的雕刻師 已經從事雕刻工作將近五年到七年左右 本身是鄉土民俗文化研究的碩士畢業的 也非常喜歡民間文化這塊東西 在台灣留學然後畢業回來 檳城遇到一個檳城的老師 父願意教這個傳統木雕的記憶 所以就跟他學傳統木雕 那時候也對神像很有興趣 因為我覺得一個木 然後刻完之後會變成一個好像很神聖的東西 我本身是以一個研究者或是習俗的觀察者 去了解這個地方人情或是習俗文化的時候 我當然就會去想說 究竟什麼東西跟這裡的人是比較有關聯性的 所以我第一年就是做門神 就是因為我想說如果要做年話 然後又要做跟這裡的人很密切聯繫的東西 這樣應該就是門神 習俗可能會有在 可是因為他們找不到這個商品 也就是說因為沒有人賣 所以他只好去用卡通的米老鼠 或是卡通的豬去貼他的門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習俗來的 你有沒有發現人家會貼春聯 貼門兩邊嗎 可是他會覺得說門中間少一點東西 他需要裝飾一點東西 所以門神是其中一個選項 原本是貼陶符才演變成春聯 他們就是把門神的名字寫這個木板上 或是陶子上 就過到那個門的那個地方去 所以這件習俗是一種演變 他們因為經歷太久他們會變化 會轉化 甚至轉化到你完全不認識他 可是他的背後是同樣東西來的 所以你在過年時候你去 你會有意思就是我要去買春聯來黏我的門 我要去買符或是春來黏我的門 那個想法跟當年我要去找門神來貼我的門 來保護我的家 是同處一側的 這邊很多的書法家師傅 都在那邊很厲害就是 手工寫春聯寫得很漂亮 他的中間就出現了卡通珠這種機器印刷的東西 你會覺得好像哪裡怪怪之類的 所以我才想出 不然就是嘗試來做有手工質感的東西 來對應回你的春聯是書法的 不是印刷的那種 門神的版話是因為這樣子 是會出來的 所以每一件作品 他都要有一個能夠說服得了我 他跟在地連接這件事情是什麼的關係 所以只有辦法去解釋這個事情之後 我才會去做那個東西 在喬治寺的大門上 最常見的兩種在門神上的文字的組合 其實是夾管進入跟浮海壽山 以後有在這種老城市這種氛圍的地方走 你去注意看他們的大門 裡面這扇大門上面的門型 他們是寫字的 是那個字 所以我們的創作的想法 有了這種理由之後 再去把這個東西給形象化 加關進入就是加關 就是增關的意思 進入 進就是增加的意思 進 進幾 進什麼 就是一個增加的意思 入就是風入 入味 就是 這種 這麼抽象化的東西 怎麼用形象化來做表現 傳統原理 他們用符號 物品 然後血液 加關 他關就是用那個帽子 帶關 那個關 所以就是我們的 加關進入裡面的一個形象 是他拿著一個帽子 另一個人他就捧著 這個是絕 就是酒味 酒杯 以前人的酒杯 叫絕 絕跟露是相同的意思 露味跟絕味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他們用絕這個酒器 作為一個 諧音字 來表示進入 用帽子 關 來表示加關 我這種的技法 比較是木刻水印 木刻就是木雕刻的 木刻 水印指的就是 用水為飲料去印刷的方法 所以叫木刻水印 我把板畫這東西 分成三個部分 一個是刻 一個是印 一個是畫 畫稿的人 搞畫完 要刻板 刻好板的人 要印板 印好板的人 要交回去給畫的人畫 所以他其實三個東西在做 每一個department 其實他都有他的難度在 對 就說印板的人 他就要必須能夠知道 他現在要細的墨 上這個板要多少 墨多還是墨少 影響到他去踏硬的時候的力度 要大還是小 每一個板都有自己的脾氣 這個板到底怎麼去用 也是需要他跟這個板 累積情感 快 mitä 再 worst一次 那個堅持 過 declined 啊 不過